做案例呢 離不開一個人 就是我的哥哥 讓我哥哥來告訴你們 他為什麼會這麼堅持案例 這麼勤快地做案例 掌聲歡迎白居立 台上這些人呢 他們都在現場用無線上網 各位看到旁邊的MSN是在 北京、上海、武漢、廈門、福州 各地的領導人直接都知道 現場的情形 直接連線聊天 所以讓各位知道那不是預錄的 我們剛剛前面那是預錄的 但這是現場即時轉播 那 我在做案例的時候呢 案例公司為什麼會請我演講 因為我是23歲開始從事案例的 然後呢 各位看這張照片 就可以發現我是一個很有高瞻遠足的人 這是在長江三峽 其實 我對我的人生很早就規劃好 我認為呢 最勤快的其實是上班族 上班族呢 上班一輩子我不想 我比較喜歡安利這種精神 努力十年可以怎麼樣 享受一輩子有沒有 我現在有沒有很多朋友能夠理解這一點 我用我實際的例子跟各位講 我在1983年的時候呢 是我23歲的那一年 1985年大學畢業 我完成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畢業考 通過拿到畢業證書 第二個去當兵 服完了兵役 第三個成為Q12的滴滴 然後在1985年的時候呢 一退伍之後呢 我就很認真的做安利 很努力的做安利 做到了EDC 十年的時間 我將近十年的時間非常拼 很認真 年收入超過四百萬 不過我那時候主要的工作就是旅行 因為我本身來講很喜歡 我從小的夢想就是環遊世界 到2004年的時候我又重新出發 然後在這三年的時間呢 成為創辦人EDC 再成為雙鑽石 我現在是很認真喔 那我目標呢 在2009年要達到皇冠大使 這是我現在的目標 那我相信呢 年輕人我們喜歡很年輕的感覺 或怎麼樣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們把生涯規劃做得很好 安利真的是非常適合年輕人 尤其及早規劃你的未來 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你真的只要認真努力十年 我給各位看實際的例子 下面這些照片我會放快一點 我從21世紀開始放棋 我給各位看一下呢 我大概放過去玩的地方 當然你們知道有些是安利招待的 不過有很多不是安利招待的 這個是在維也納 這個裡面有無理潭 有王文賢鑽石 然後呢再來就是2007年的 2000年的7月我到馬來西亞沙巴 那我是帶著我團隊包了一架飛機 然後我們一起去度假 然後呢接著呢就是2000年11月去大峽谷 然後這是在大峽谷跟Martin的合影 然後再來是2001年5月去阿拉斯加 做上班號郵輪 在這郵輪上我憑著優秀的口才 說服了五里潭跟我一起下水 各位在那很冷喔 你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了 2001年8月呢去武夷山 帶我爸爸和我弟弟我們去武夷山 然後這是我們也會敷臉的證據 大陸的氣候比較乾燥 然後2001年10月到巴厘島 這一年呢雷宇明達到了黃冠 還有李建昌 然後呢這也是團隊那些朋友大家合影 然後接著呢 這是第一次享受阿安利公司招待的玫瑰花瓣的 因為下面有點暴露所以就把它切掉了 2002年一月到哈爾濱去滑雪 然後呢這是一群朋友 不是自己一個人孤孤單單的滑 我們是一群朋友一起去滑 還有宋秀芳鑽石也到 每一年現在基本上我都會在這個 圓月的時候到哈爾濱去看冰雕 四月份的時候去海南島 海南島呢因為我有潛水執照 所以我就去潛水 然後呢也在那邊享受這個很愉快的這個生活 接著呢就是五月份安利招待去瑞士 記得四月在哪裡 四月在哪裡 大家不要看到暈了齁 然後這跟Martin無理他們在那個很高很高的那個 觀景台拍的 然後呢六月份到雲南 各位有沒有發現四月在海南 五月在瑞士 六月在雲南 然後帶我父親去這個南京 江南貢院 接著呢這是我爸爸在玄武湖上面 坐著那個很危險的小汽艇幫我拍照 他幫我拍照很認真的幫我拍照 特別聲明我爸爸現在也在MSN上面 我爸爸已經81歲了 他跟所有的領導人都認識都會MSN聊天 這到了昆明 這個呢把他們的國家主席擋起來 我們來說做案例發展才是硬道理 然後這個是茶馬古道 在那個雲南 這是去了麗江古城 這是在那個盧姑湖 盧姑湖騎馬 然後這是我父親對走婚這件事情非常有興趣 他很想了解走婚是怎麼回事 11月去阿蘇火山跟湯布院 在日本的這個北九州 接著跟大團會合 這個是先去福岡吃拉麵 坐火車自己我就到了大團會合的地方 然後呢11月到宮崎跟安利的大團會合 接著呢這個是2003年4月去西班牙 8月去廣島公島 各位知道這是自己去玩的 這個是很有名的一個神社 叫廣島神社晚上很漂亮 這次也是世界文化遺產 這世界文化遺產 然後這晚上拍起來很漂亮 再來這個就是在消防隊拍的 各位看到我擺的還比較保守 後面那個老外呢比較誇張 姨父好像上斷頭台的樣子 然後呢這是在吃那個綠茶 然後接著是阿拉斯加5月的時候 這個安利招待的豪華的郵輪 接著呢到普羅旺斯 接著到巴黎 然後呢因為開放了重機車 所以這是我的夢想 所以我就去考重機車 然後呢看到報紙上 介紹了這個日本的合掌村 是世界文化遺產 在1995年的時候被發現 所以我就準備去合掌村 但是這個深圳在合掌村拍的 本來想住一個禮拜 結果從村頭走到村尾 40分鐘就走完了 這個地方蠻漂亮的啦 但是真的沒有什麼好玩的 然後也沒什麼地方可以住 冬天是很漂亮 像那個白雪公主跟這個七海人的這個地方 住的地方 三月去大堡交艾爾斯岩跟雪梨 然後這是艾爾斯岩 然後呢再來就是 到了舟山群島的時候呢 聽說有個地方 這是我包下了一架直升機 飛到哪裡 東極島 有聽過南極北極 有沒有聽過東極 沒有齁 在大陸最東邊 從那個定海 坐船要三個半小時 那天大霧船不開 船不開但是我一定要去 所以我就包下這架直升機 飛過去 所以各位說有錢有錢好不好 是不是很好 然後這個小漁港呢 基本上呢 東極島上面 晚上六點以後全黑了 只有鎮公所一個小燈 島上都是漁民 然後12月的時候去聖地牙哥 這案例招待的 12月呢去住那個 巴厘島的頂級Villa 因為我記得蘇當年說 你本來要招待去住這個頂級Villa 但是呢 因為太近了 很多人不想去 所以我就決定自己去 真的很不錯 2006年3月呢 去廣西 到那個楊碩 這是跟張正輝鑽石 這個我們帶一群朋友去玩 然後呢 06年的5月到南非的好望角 然後呢 06年的7月去北海道 這是到北海道自己去玩 小樽這些地方 像這個是一個泡溫泉的地方 還有生鮮藻 這個很漂亮 然後呢 我都跟我的領導講說 大家如果一起努力可以一起去 這是我自己自拍 在那個地方玩的時候搭乘這個遊艇 06年10月帶父母親去金門玩 我老爸非常的興奮 各位可以看到我 我這個這幾年 我帶我父親到處去玩 我爸都很興奮 我爸最喜歡講一句話就是說 我這輩子都沒有想到 我可以活著來到這個地方啊 我很激動 只要每到一個地方都說這句話 但後來我就跟我爸講說 就不要再講了 我已經聽太多遍了 然後呢 今年的1月呢 跟白鑿仔我們一起去哈冰看冰雕 看冰雕 這是十二生肖的 然後呢 當然接著就是韓國首爾安利的旅遊 再來是東京 三月份到東京 那我很喜歡打那個電動玩具大型機台 所以我就跑去那裡打電動玩具 然後今年的4月去神戶 神戶哥家最有名的是什麼 就神戶牛排 哇這個神戶牛排 中午有吃飯吧 真的是非常好吃 到現在看了這個照片 還會流口水 然後這去神戶逛一些神社 然後再來這到義大利 這個安利招待義大利 三層之旅 然後今年的10月 我自己又去巴黎 去巴黎 這是香波寶 在羅亞河流域的這個中間 然後又再去逛羅浮宮 羅浮宮 這是那個豐丹白鹿宮 在秋天的時候特別漂亮 真的很漂亮 然後十月份的時候在上海 這一次我為什麼特別介紹上海 其實上海對我來講比較景點 我們一般工作都會去 我是去陽城湖吃大雜蟹 在湖裡面的那個島上 叫梁花島 這是正宗大雜蟹 所以一定要三色繩綁的 如果今天用草繩綁的都是假貨 這是俞銘講的 然後今年十月十六號 在台北中山足球場 現場傾聽這個 Linkin Park的演唱會 真的是非常high 非常的high 然後呢現場有將近三萬八千人 所以我覺得那個真的是盛況空前 這是主唱真的很有魅力 這個現場的情形真的 我在想這些人如果都來做案例多好 我沒辦法職業病 在那邊都在想 怎麼這麼多人沒做案例 然後這是平常有沒事 就騎重機車出去逛 所以呢我要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我是一個二十三歲大學四年級的學生 我開始從事案例事業 其實各位不要認為這個是 好像我做成功回來跟各位講 不是 是我在聽懂案例那一天 我就知道我的人生可以這樣子規劃 你可以選擇你要走的人生 你也可以選擇其他的路 但是我覺得選擇案例真的是很不錯 我用我自己的親身的生命證明 各位覺得想玩就可以到處去玩 想回來努力工作可以繼續努力工作 你的事業來講無後顧之憂 這種感覺好不好 我的條件也不會比在座各位好到哪裡去 對不對 我在二十三年 一九八三年做案例 陌生人介紹我 然後呢 二十四年前來講的話呢 台灣的產品只有八種 產品的價格當時又比較高 服務又不如今天好 幾乎都人人反對 當年來講對案例的這個看法 各位覺得現在比較嚴重 還是以前比較嚴重 我現在以前會更加的嚴重 然後呢 沒有錢窮學生跟我父親借三千塊開始 所以呢 我要告訴各位 我可以做得到 你們也可以做得到 那各位想不想 聽一聽我講一兩個做案例成功 很重要的秘訣 因為我知道各位很多人都想做嘛 我想 我先跟各位講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秘訣 我們常常說在案例裡面 任何人都可以成功 沒有學歷的人也可以成功 這個我同意 但是呢 我最近看到一家持銷公司報道 他們鼓動他們的學生不要讀書 有沒有 你們幫我想一下 我在二十三歲 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 我聽到案例 我聽懂案例的那個晚上 我做夢都聽到自己在笑 以我這種叛逆性那麼強 我在大學的時候 是拒絕聯考的小子 在聯考那天 我跑到離山去沾水果的人 對不對 那請問各位 我如果這麼要案例 我可不可以大學文憑就不要了 不用 我覺得真正厲害有本事的人 一樣把大學念完 照樣把案例做起來 照樣把冰當完 這才叫做厲害的人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要講這一點 我現在聽到一個很大的謬論 非常多的這種小孩子 會跟自己做案例的爸媽講 你看嘛 人家那些成功的人來講 很多那些學歷也不高啊 不愛念書就說不愛念書 不要說你要跟爸媽做案例 懂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自己不愛念書 不想念書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你就算可以不要拿那張文憑 可是在案例裡面 有一個能力非常重要 所有成功者身上 我都看到這個能力 叫學習能力 沒有學習能力 我告訴各位沒有用 學習的能力來自哪裡 耐心 沉得住氣 如果你這些心進不下來 你不願意學習 不願成長 我跟你講你安歷的成就有限 你沒辦法做到非常非常 出神入化的境界 你只能達到一般的境界 所以我認為學歷不一定要有 但是能夠拿到學歷要不要拿 要不要證明可以拿到學歷 又可以讓自己 安歷做成功的這種本事 要啊 我對你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呢 讀書是很重要 我要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這是小時候我跟白軍要一起拍的 我到現在還在看書 閱讀能力是所有領導人必須具備的 我認為所有懂安歷的人 還有所有想加入安歷的人 我們都要知道知識的力量 我們一定要不斷的充實看書 我經常看書 雖然我到處跑到處忙 什麼書我都看 這只是隨便放一些啦 然後呢我也會喜歡用書來交朋友 像這本書呢 是Martin送給我的 非常珍藏 所以呢我們講到任何好的書 我們這樣好的書 我們可以以書會友 結交很多高素質的人 而且不一定看那麼嚴肅的書 包括亂七八糟的書我也看 什麼很多好玩的書啦 也看 最近看了一套八本的大秦帝國 真的非常重要 要建立江山 要成為一代霸主 我一定要看這個大秦帝國 最近還有一本很好看的書 張正位鑽石送我的秘密 秘密 還有哈利波特 每一集我都看 不過哈利波特沒有這本好看 最近我看的最好看 正在看的是這本 這本書呢一句話就吸引了我 我不介紹這本書 你們去上R&J部落格 我上面已經有介紹這本書了 這是昨天 昨天呢大會呢 因為頂了這個頭 我覺得這個頭呢 真的自己越看也是蠻不適應的 說真的不要 不要以為說我很適應 我也蠻不適應的 接下來我要告訴各位 做案例第二個很重要的特質 就是勇於嘗試 加入案例只要一千塊 做失敗也沒什麼損失 我就到現在看不明白 很多人在那邊 大會已經參加了N場了 小會也參加了很多了 還在懷疑東 懷疑西 還在那邊擔心自己被騙 我都不知道你擔心被騙什麼 有多少錢可以被騙 對不對 做一件事情是不是要有一個膽量 要不要去闖一闖 年輕人要不要這個勇氣 我不希望25年之後的今天 我們台灣的年輕人沒有這種勇氣啊 我告訴各位 昨天這個頭 我認為很有勇氣的是溫安若 因為他突然被我攔住冒出來 居然還笑得出來 真的你看他很鎮靜啊 我是突然攔住他拍的耶 接著呢 傅厚健先生也笑得很開心 你看他大概覺得我這個樣子太好笑了 最厲害的我最佩服自己 是我這樣子在路上走 各位 年輕的朋友我要告訴各位 安利成功者有個非常重要的特質 就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不用管別人說什麼 對不對 所以看到沒有旁邊的人什麼表情 對不對 你看那個小朋友嚇成那個樣子 我們要不要管他 不用啊 我又不是天天這樣 我只是為了這個大會這樣犧牲一下嘛 對不對 等一下就要弄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清楚你的一生 有沒有定下目標 今天時間的關係呢 只講這兩點 因為時間真的不夠 要不然我有好多點要講 這個留到以後再講 要不然一次講完 以後安利就不邀了 就講這幾點 好 大家講完了 講完了 我剛剛講到這個 今天只講這兩點的話 就要上來了 所以有時候不是我反應慢 有時候是他反應慢 好 好那我們現在要感謝一下 我的時間也到了 我們後面這些所有的朋友 大家很辛苦的演出 也在上網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分享 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